大家好 我是凤馨 国民大会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40万订阅的时候 举办彩蛋抽奖活动 不要忘了一定要按下订阅 而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中美贸易大战打了两年的时间 终于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 签署了第一阶段的协议 如果说你只是看新闻的话 你一定看不出一个所以然 就是两边签了协议嘛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谁赢了 谁输了 到底这背后还有哪一些国家 可能冲淚蛋 我们今天好好地来 剖析这背后的内幕 首先敏宽 整个中美之间贸易大战 真的停火了吗 而中美之间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过去两年的过程当中 当打贸易大战 很多人都在说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先跟各位报告 美国跟中国在打仗期间 都是输家 美国看起来经济数字 非常非常棒 可是各位知道吗 美国他们的农村 他们的一般投资人 破产的数字 其实在创新高当中 中国企业在过去的 两年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民间中小企业一片都在倒 然后很多做营建的 辛苦的不得了 然后中国大陆做出了什么 他们做出了一个政策叫做 国进民退 目前当然很多人会说 来到这个地方 双方贸易战好像已经停了 可是先跟各位报告 贸易战一停 其实川普的手根本没有停 贸易战一停的过程当中 他马上一记棍子 重重的打向谁 就打向华为 大家以为打向华为是针对着5G 其实不对 后面跟着的就是科技战 为什么是科技战 其实之前两天前 有一个小新闻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美国政府直接说明了 美国包括了空军 包括了陆军 用了太多大疆系列的无人机 而这些无人机 在做整个行动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对美国的国安情报 产生所谓的一个漏洞 所以美国他们已经说明了 后面的部分的话 他们也不会去做 整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部分的话 就不再买大疆的 那我们来看 你刚刚讲的大疆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公司 是的 所以其实一边看起来 贸易战 关税战 我先休兵 可是另外一边 我的科技战这支手 对不起 我的手 还很凶狠的继续挥刀当中 一刀 一刀的挥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次在整个 贸易战的行火邪火当中 其实BBC有列出赢家 他说过去两年当中 包括了台湾 包括了越南 包括了墨西哥 全球经济成长损失了0.5% 但是部分国家的整个经济成长 受益幅度高达1650亿元 其中美国订单大幅成长 现在重点来了 贸易战已经签订下来了 那贸易战签订下来的过程当中 后面我们还能够如同 过去两年的过程当中 就如同很多人说 有人捡到枪 台商陆续回流 数字就这样子几百亿 一千亿往上一直累积当中 先跟各位谈 这次其实细项谈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次细项的过程当中 从2020年一直到2021年 美国在能源出口 对中国要增加524亿 农产品这个320亿 一定会让很多美国的农民很伤心 为什么 因为固定 不是 我增加320亿美金 美国农民还伤心 先跟各位谈 其实美国农民希望能够增加的是 400亿美金 这个数字其实是shortage的 然后再来工业制品跟服务 这一块的话 工业制品比较好做 工业制品买飞机一台 几千万美金上亿美金 这个很好处理 后面服务这一块才比较夸张 为什么 现在对很多台商 跟对很多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 各位都晓得 华人企业AV帐很容易处理 但是就目前来说的话 如果美国要求说 你跟我美国大公司做生意 我们之间要做所谓的会计接缝 会计接缝的过程当中 代表你的来龙去脉 你的金流 你的很多的细部数字 要跟我们美国数字 能够做交易的过程当中 很多中国企业 很多台商 他愿意把他那个 整个AV帐当中 那个赚钱的那个帐 把他交出来吗 所以后面服务这块还要看 我个人认为现在最担心的是 在能源跟农产品这一块 为什么呢 现在就整个中国来说 他们的策略是 我要跟中东买所谓的石油产品 那我能够去跟美国买到 这么多500多亿的能源 石化 天然气 页岩油 有办法吗 这个其实有讨论空间 农产品也是 这次农产品当中讨论出来 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一个细项 细项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买什么大豆 买农产品 乳制品等等这个也都要 就现在来看的话 我认为双方已经坐下来谈 可是后面科技战正在展开 好 所以川普跟习近平 他们虽然握手言和 暂时休兵 但科技战 等一下我们会看 科技战会打到谁 而这里面中国增加采购这几项三品之后 到底谁可能因此会受害 可是我这边要先请教一下汤教授 你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专家 其实在这张照片里头 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一边叫做大陆国务院副总理 就相当于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 而且他还不是排名第一的副院长 他是排名第四的副总理 而这边是美国总统 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坐在桌子前面 然后签署的人 这超级不对等吧 总统对上了副总理 为什么川普要那么兴冲冲的 一定要坐在桌子前面 然后签这个名 然后去秀 说你看我们签了 这个其实就是选举的作用 而且他想要做秀 那这里确实这个是一个在国际上 比较没有看到的一种 不对等的这种情况 那你刚刚讲了 这个一个是副总理 然后一个是总统 我觉得而且又是世界 第一强国的总统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前所未见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解读呢 当然有说那为什么习近平不来 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么样的重要性的话 为什么他不来呢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是 这个川普要作秀 第二个习近平根本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第一阶段 因为这里整个的美中关系的 这一种禁夺 这个是一个持久战 而且是一个整体战 这个持久战你不晓得打多久 那整体战那就包含了很多 其他的东西全部要放在里面 那所以现在的这个只是第一步 而且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只是停火 停火完了下一步才是停战 停战完了以后才是和平协议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两军对垒的 这种情况 所以你觉得停火会停多久 那这个现在我们听到的消息 是说选后 意思就是等到这个川普选完了 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情况 是说川普美方他们还要观察 看看你中方是不是真的遵守协议 那现在这里还有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你要钱可以要命且慢 意思要钱的话 我是给你买东西弄点钱 这个其实可以谈 可是你机构改革的这一块 那个东西根本就没谈 那这个东西所以说只是一个 这个牛刀小事 只是说我先试探一下 双方之间可不可以建立互信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咱们要再来谈第二阶段 那第二阶段就可能比这个阶段 还要更重要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至少这一年 中美贸易之间是比较和平的 好 那我这边就请教一下 马凯马教授 在这一个协议当中 当然你看到川普跟刘鹤两个人 手握手牵手 然后和平握握手很好 当然川普一口气讲了50分钟 刘鹤就在旁边听讯听了50分钟 整个的协议其实内容都出来了 包括智慧财产权 对美采购 强制技术转移 汇率还有金融服务 可是大家有注意到一件事 它很详细的列出 中方到底要花多少钱 去买美国的产品 2020年工业产品 329亿美元 请注意这个数字 因为它不是什么300亿 或是330亿 它是329亿 可见它细算过 然后农产品还包括了 乳制品跟宠物食品 125亿美金 能源产品185亿美金 服务125亿美金 都是到个位数 2021年工业品448 农产品195亿 能源产品339 服务251亿美金 对美国企业来讲 对美国农民来讲 应该是赢家了吧 为什么BBC反而说 美国消费者 美国制造业 美国农民会是输家 而中国对美国 采购了这么多的商品 背后有没有人会是输家 首先我觉得 这个采购的这个名单 应该是用选票精算出来的 因为川普这次 他之所以这么急切 要签协议 你看得出来就是 中方他事实上是 不是那么急切 甚至是有点在拖延 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 就表示 一场这个攻防之战 本来美方是攻防 而且美方一直在宣称 他节节胜利 他得到很多的战果 所以理论上 他是要不断扩大这个战果 不断去扩大他制裁的这个范围 可是现在开始突然收手 而且收手的时候 川普要这么急切地 跑出来跟一个副总理 去签署这个协议 就表示 这两边的态度 显而是相当不一致的 所以你觉得川普太急切了 反而变成输家了 对 因为他如果这么急切地表示 在他的背后 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已经出现 我们看到当然不利因素 一个就是 美国其实表现 其实不是这么好 刚才这个明快也说了 他有很多的这个行业 已经出现严重的 这个亏损状态 另外就是 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因为这场贸易战 没有上升 反而是下降 大家估计大概是 一个百分点左右 另外就是我看到 最近一个预测是 今年这一整年 尤其上半年 很可能美国的成长率 会到百分之零点五 如果真的会发生 那表示成长率是 大幅多下降 那很低 因为美国这几年 大概都有百分之三的成长率 那如果掉个 到只剩百分之零点五 各位你想想看 那个就是差很多很多了 所以这个预测 他同时 他连带预测 他说因为如此 所以连准会 今年可能会降息三次 降息三次 这是非常不寻常 对 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么悲观的预测 就表示 川普现在所面对 这个经济压力 是一乎寻常的大 另外就是 川普在国内的选举 他也碰到很多逆流 比如说这个 中原的弹劾等等 所以我觉得 川普他之所以 要亲自出马 接受一个副总理 跟他平等对谈 而且要在媒体前面 要大放厥词 就表示他心虚了 他紧张了 而他这个 这个采购名单 就是他现在要针对 美国的选民 他足以在讨好 他的讨好 不是说整个农业部门就好了 他讨好到每一个 农业部门里面的 每一个现象产业都要讨好 但是这样做 一方面 他会让中国大陆 他可能会改变 他的整个采购的方式 就全世界的采购版图 出现变化 对 因为两千亿美元 这是很大的数字 它使得中国大陆 过去的采购的面向 都因此而进行大调整 所以凡是被迫 向美国采购的 他必须要牺牲 过去采购对象 所以美国的这个做法 他其实同时 他已经在全世界 树立很多敌人 好 所以志强 刚刚其实马老师讲的 那最后那一段话 恐怕是最重要的 就是既然要跟美国 采购两千亿美金 那对不起 有很多我本来 跟其他国家买的 我现在就不跟你买了 因为我要跟美国老大哥买 那这样一来的话 后面有很多国家插了一旦 如果今天美国要他 中国大陆要去买波音飞机 那空中巴士怎么办 如果我要去买美国的乳制品 请问一下澳洲怎么办 所以背后有很多的美国盟友 可能就变成潜在的受害者 而现在大家都还在评估 其实过去大陆 我们都称他世界工厂 但是他慢慢也变世界市场 所以说他事实上 他也是等于是很多国家 出口的一个贸易地 你说中国大陆是世界市场 对 世界市场 那很简单 他的市场的规模 短期内有可能有大幅的变动 那今天大幅增加 两千亿美元的采购 那是对美国特别增加的 大陆是想用钱去解决问题 他要解决很多 结构性的问题 在谈判的策略 那美国对川普来讲的话 他想要寻求利益很简单 比方说你说像 320亿美元的农产品 然后54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美国农民跟能源产业 在第一时间感觉上 一直觉得受益 那受益的话 你看阿肯瑟州 蒙大麻州 爱荷华州 堪萨斯州 这些都是传统的 所谓农业州或能源州 其实就是川普那时候胜选的 最主要票仓 所以川普的脑袋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选举 所以选举他最重要 选举重要到一种程度的话 他今天把所有大陆的 所谓的贸易能量 他采购金额 西澳这边来的话 他是要展现说让他的能源州 跟所谓的农业州的选民看说 你看我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商机 那我可以 你们就要投票要投给我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他大量的所谓的 突然增加这个那么大金额的 几百亿美元的采购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这些物资进到里面以后 比方说农产品 他跟澳洲有进了很多农产品 可是进来的话 那今天他已经够用的时候 他要去砍谁的所谓的 买那农产品的那个额度 当然去砍周边的国 所以就出现一个吊诡 在所谓的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 大陆的过程当中 美国跟很多盟友一起在围堵他 可是现在遇到选举了 他把中国大陆钱要炸到那边去的话 他其实他盟友就马上第一波 要受到冲击的 那这样美国跟盟友之间不就出现了矛盾了吗 因为我现在逼中国大陆来跟我买东西 那这样子其他国家 他就要去跟中国大陆抗议你 为什么不跟我买 那中国大陆就说 因为我跟你老大哥买了 你自己去跟你老大哥说 就拳头问题 你拳头没有老大哥大 那是什么好真的呢 那现在大陆显然 他现在最主要要先去熄火的对象是美国 伪害你怎么看 那在这里面当然我们提到了说 这里面很细腻的去计算说 要怎么采购可以帮川普选上竞选连任成功 今年的十一月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愿意做这件事 我们一开始就在讨论这个照片 就说川普是在嗨什么 我跟刘慧还可以这样 然后讲那么久 川普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人物 我也只会懂选举跟政治 我看到了其实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是个贸易协议 但它背后都是政治 今年的年底十一月美国要选总统 川普要连任 所以其实在我们今天看到他们签署 这么大的新闻之前 上个礼拜川普到俄亥俄州 他的造势他就告诉所有的 这个俄亥俄州选民 我跟你们讲 我已经争取到两千亿美元的订单 中国要给我们买了 所以其实一般的 就像我们才刚选完 我们知道什么 蔡总统是辣台派 他可以对抗中国 细节我不用管 但他可以 川普要告诉美国人 我可以对抗中国大陆 可以对抗中国 而且他还酸了之前的总统 过去的交往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够强硬 所以美国喜欢强人 美国看到川普说 他可以对抗他 证明是什么 证明是我让中国 跟我买两千亿的产品 特别是很多是农产品 而川普的胜选需要靠农业大桌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这一些农产品 我们买的同时 我并没有降低中国大陆东西 卖到美国的关税 川普很厉害 我们美国人继续赚中国大陆的钱 我们关税还是很硬 我们的筹码没有降低 可是大陆还要跟我们买 中国还要跟美国买这些东西 所以建立川普的这个选情的加温 但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去看细节当中 我有特别注意到 在这么多的这个 中国卖到美国的产品当中 笔电手机跟电玩的关税 并没有提升 所以年轻人不会因为川普 在跟中国打贸易仗的时候 我买的这些3C产品 也跟着变贵了 他们会抱怨的 同样的道理 这个状况 现在习近平的 我们讲习近平没有去 习近平面临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香港反政策2019 然后蔡英文总统 刚刚连任当选 他是美国的盟友 所以他选择以托待遍 他就没有特别做这件事情 等到2012年刚刚奉行问的 这些国家因为中国转向 跟美国在继续采购了 其他可以替代中国 卖给美国这些国家 他们利益会降低 会不会抱怨 等2021再讲 川普他要连任 所以我就讲 第一个先跟美国的国民 强调说我可以让中国低头 如果说最后这个贸易协议 最后并没有执行 没有赚那么多钱的话 他可以反过来怪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川普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自己连任 用这样子简单的方式来讲 美国人会视他为英雄 他就有可能再度连任 可是汤老师 我这边最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去帮 川普这个忙 因为刚刚马老师说 其实中国大陆是好整以下 是川普在急 中国大陆可以等 还是说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我现在摸清楚你川普了 所以你连任 说不定比民主党那几个 对我来讲还比较好 对 就是这一点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民主党出来的这些人 他可能在理念上面 跟中国大陆还要更加的对峙 而川普商人 商人用钱 解决很多事情 2000亿美元真的买通了 对 而且你再看他对伊朗的态度 你不敢打 你像前面几个 他这个已经离开了 这些国安顾问 就要把这个伊朗要打趴了 还把北海洋要打趴了 对不对 所以他把他赶走了 表示说这个人他还是 这个应该讲好听 就是有为有守 敢做不敢做 那这个东西看在中共的眼里 当然你这个东西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加分 你万一来换来一个人 比他还那个更强硬 那你何必呢 那当然我现在还是要支持他 所以汤老师 对习近平来说 我又可以分化美国跟他的盟友 然后我又可以支持一个 其实我看起来 还比较容易打交道的美国总统 其实是百亿而危害 就是 就是多花点钞票就是了 但是对于人民币会不会产生影响 我们来看 其实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 第一阶段协议签署之前 停战之前 说美国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 就是在1月13号的时候 把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的名单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去年的8月 莫名其妙就把它列为获利操纵国了 它有没有完全符合那三个条件 不重要 反正我就是把你列为操纵国 现在我把你移出名单 理由是什么 没有理由 而这样子一来你看到 在人民币的部分 各位请注意 数字越低 人民币越强 数字越高 人民币是越弱的 所以你看到去年的8月 人民币贬得一塌糊涂 但是最近人民币又强得不得了 所以马教授 人民币未来到底是强是弱 这个图其实显示一个很清楚的讯号 那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了 就在川普对大陆不断的加税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很多企业不敢去大陆投资 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企业 他准备移出 这个是对经济伤害最大的 所以当他的经济慢慢的 好像是在转强 那表示那个伤害已经在减弱 所以这次的谈判 表面上看 他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停战 但是我觉得他真正宣誓一件事情 那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 下重手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就像他一直在往上坡 在强推 现在过了坡顶开始往下 所以我们在等待就是 到了十一月以后 如果第二阶段协议也签署出来 他过去这些关税可能全部取消 即使倒是没有全部取消 那表示从现在往前走 他是个路是越走越宽 越走越平坦 所以表示中国大陆的经济 很可能会慢慢的看好 而不是看坏 我相信很多对于人民币投资的人 或者投机的人也在看这样的讯息 就是到底大陆经济前景如何 所以当人民币不断的在走深的时候 就表示看好它的前景 已经多于看坏它的前景 而人民币之所以这样快速的往上升值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做给美国看 你既然说我是会的操纵国 现在反而我的人民币不贬还深 就表示我根本没有操纵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表现一个姿态 而川普在当时宣布要把它列入 会的操纵国 只是在对中国施压的另外一个武器而已 好 当初施压确实是产生了效果 可是从这个走势来看 刚刚马教授说 说不定中国大陆经济最坏的战况 已经过去了 可是美国有一只手 其实是没有停战的 那就是科技战这件事情 现在美国要更紧缩华为 但是各位你知道吗 国际上认为最倒霉的会是台积电 怎么会这样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